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的主題 這次主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資料銀碼攻擊 Seql Injection 那今天會跟大家介紹幾個方向 第一個我們要從資料庫的面向 來跟大家做一個資料庫的簡介 那從資料庫的設計上 我們就會看到出它一些安全性上的問題 那資料庫所用的語言是 Sql 語言 那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TC code的語言 然後各種不同的產牌的資料庫的話 它都是用這種語言來做一個介紹 做一個連結和下指令 做一個資料的搜尋動作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如何建立資料庫跟資料處理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講 在這樣的架構下 產生的資料銀碼攻擊是怎樣的狀況 好 首先呢 先對資料庫做一個簡介 好 資料庫的意思 早期的話 它就是使用者 建入了一些 一些 一些 建入一些資料 然後呢會在電腦裡面做處理 然後呢要成一個文件 然後呢在人工計算 那這樣的方式啊 最早期都是很依賴人工 然後呢 後期呢 後期呢 它現在輸入之後 它有一些文書處理 譬如說一些加減的動作 或一些視算表 然後呢最後 換成一個資料表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但是呢 你會發現 這些早期用Office系列 來做這些問題的話 它資料量一大的話 只能處理部分的問題 那後來呢 有資料庫軟體 那資料庫就把原先的Table 表格 匯整起來 然後做大量的資料儲存 跟查詢的動作 就是資料庫的由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使用者 輸入之後 它會存到資料庫軟體裡面 然後呢 最後會有報表輸出 這是整個過程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 有一些資料庫的概念 譬如說 我們會查詢電話簿裡面 然後來尋找朋友的電話號碼 那你會發現電話簿 會把這些電話號碼 其實經過一些分類 跟排序 方便你來尋找 那另外呢 我們會整理自己的名片簿 那一樣會有分類 排列 這樣子 那會常常去移動一些資料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把每個月的一些 電話費水備的帳單啊 做一些分類保管 方便查詢 因為你有做一些分類 就方便查詢 這些都是 資料庫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以電話簿的例子來講 你怎麼去查詢電話簿 第一個我們會查詢電話簿 你們的姓名 或者是說我們查詢 用電話來做一些查詢 這些都是查詢的 查詢的方法 查詢的方法 那 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庫最基本都是由 資料表來組成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table的觀念 我們用word 或excel 就畫那個table 那你會發現 有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觀念 那你會發現說 我們可以把 人名 跟編號 還有電話號碼 做成一筆一筆的 req 所以 資料庫裡面 最基本就是 每一筆就是一筆記錄 然後呢 然後呢 裡面會有 有欄位來組成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組成一個table 那一個table就是 資料庫裡面最基本 那資料庫其實就是 資料表的一個集合 那這邊講的 資料庫是 資料表的集合 所以呢 資料庫等於 數個資料表 加各種資訊 這叫資料庫 那 這邊一樣 這是一個資料表的一個例子 好 那雖然這邊 講資料庫裡面可以有 電話簿 還有各種電話簿 還有其他資訊 所以一個資料庫是 裡面可以 含很多很多資料的 那資料庫的優點 資料的儲存 可以單一化 必須要單一化 然後呢 同一筆資料化 我們可以 給很多人來使用 減少重複輸入的可能 然後呢 資料可以針對不同的應用 而重複使用 資料便於管理 保持一致性 這是很重要的 那使用者只需學習 操作同一套軟體 就會處理所有的 就會讀取所有的資料 像現在很常見的 TSECLE語言 或用 買SECLE 或用PHP 來讀 讀資料庫的資料 那複雜的處理程序 只需要設計過一遍 日後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像我們 查詢的頁面 只要設計一次 大家都可以用 這個頁面 來做一個查詢的動作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資料庫的缺點 第一個 你要把所有的資料 變成 電子化 這需要花很大的力氣 然後呢 需要有聘請專門的 技術人員來維護資料庫 然後呢 需要有人來設計資料庫的相關程式 但是 關於第一點的問題 傳統的工作 必須要轉換你的資料庫 那是以前 還沒醫化之前 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 大家所有做的事情 都在電腦上做 它原本的輸入就是一個 已經是醫化的 數位化 就很容易用資料庫來處理 舉個例子來講 以前可能會讀紙本的書 現在都是電子書 那電子書 就很容易變成資料庫 那譬如說 我們現在用email 來互相傳遞 那比以前 寄手寫郵件還簡單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只要把 電腦普及化之前的資料 變成 數位化之後 就變成 很簡單 那資料庫的架構 它其實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 資料 硬體 軟體 還有user 這些方式 那你會發現 資料量的多寡 還有個人的資料 還有多使用者的資料 還有資料跟資料間 是否具有關聯性 還有資料是不是固定不變的 還是需要不斷的更新 這些都是資料的一個 一個重點 那硬體 那硬體呢 執行資料庫 軟體的機器 是不是速度夠快 那儲存設備的檔案 然後呢 儲存設備的伺服器 還有有沒有印表機 這些都是要考慮硬體的一些問題 一些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 那我們接下來看 execure的語法 這些讀資料庫裡面 都是一般用 execure tseql的一個語法 那這個語法 的起源 execure 其實就是 strachial query language 的一個縮寫 結構化的 組織化的一個 查詢的一個語言 那其實一般 會通俗的念法 叫做seql seql 有沒有 那 它會把所有資料 放在資料表格裡面 譬如說 資料表格裡面 有含有 資料列 還有欄位 最常見的 就是叫rater 每一列每一列 就做一個rater 這邊提到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seql 語言是一個 高階的一個語言 高階的語言 那execure 用在一個 資料的操作 跟資料的定義 還有資料的管理上 這是大家常知道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execure語法的 表示方式 execure 是一個自由格式的語言 它不限定 每一行要輸入多少單字 也不會有 限制斷行的位置 它是一個自由語言 但是我們後面要跟大家提到說 seql 引接訊 這個方式會產生 也是因為 它是一個自由語言 導致有這樣一個問題 它不會限制斷行的位置 這些都是 原本的優點變缺點 我們後面會來跟大家提到 那 使用者需要提供資料的部分 都是以小寫表示 對execure的關鍵字 會以大寫表示 這是一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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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一定 不一定完全要照這麼做 因為它有時候只是為了它辨別什麼是 什麼是關鍵字 什麼是資料 那資料的操作 其實 tseql語言其實它分成幾個狀態 第一個 select insert delete update 就是 查詢 新增 刪除 修改 這四個動作 查詢 新增 刪除 修改 那 關聯式的 關聯式的 運算裡面 你會發現 它可以 做各種的動作 譬如說 projection 它可以來選擇欄位 然後selection 它是來選擇這要列 join 它可以把好幾個表格 掛在一起 掛在一起 那 建立資料庫及資料處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資料庫剛才提到的幾個 四個大項的指令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那我們發現說 我們最常用的其實是查詢 因為查詢 查詢 查詢就是讀取 讀取是在所有的各種系統裡面 是最 風險 危險度最低的 你可以讓大家去讀資料有沒有 其實對你是沒有損傷的 那程式設計師是 不太喜歡用到哪裡 delete delete的指令其實 最不喜歡被用到 那我們後面再來跟大家提 那selection的指令 是查詢的動作 所以select select list 訪問會 訪問 查詢什麼東西 從哪一個表格 然後呢 它的有沒有條件性是 會有 condition 它條件 這是一個selection的一個範例 它select select 所有的 資料 從 publish publish 的那個 資料表裡面 然後呢 找出裡面的state 它的 那個 周 是CA 加州的 這是 這邊 查詢的一個指令 那 救援的方式啊 它可以把 那救援指令的話 它的做法是 它會連結多個資料表格 因為我們知道 關聯式資料庫裡面 會有很多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跟資料表中間會有 會有 會有 會有一個是那個key的值 key的值 那他們做一個關聯 那 你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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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使用這樣一個方式啊 那 可以來做一個關聯 那 這邊有提到說 為什麼 資料庫要把 一個 一堆資料 分成好幾個資料表 就是 這邊這樣講 答案是 它在資料表格裡面的欄位數目 必須考慮到一致性 幾方便性 如果 所有的東西都 集中栽個的話 那欄位會太多 而且 資料也不好分類 會被 會被卡死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它把這個分開之後 它就可以這樣處理 好 我們來看 那 在資料庫裡面啊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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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語 這很重要 這個要跟大家提到 這要跟大家提到說 它 若是一個 所謂的 這邊講到它未知 然後呢 無法得知 或無法使用 我舉個例子 來讓大家知道說 假設啊 你 假設啊 你覺得 你覺得 一個資料 有了沒有甜 那沒有甜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沒有這個資料嗎 還是它現在沒有甜 還是它現在不曉得 不曉得 忘記甜 跟沒有資料 是不一樣的意思 對吧 所以這邊講的 若我的意思代表是 還不確定 可能是有 可能是無 不一定是空白 但是現在沒有 常常有這樣的意義在這裡 這也是要跟大家搶的 這也是要跟大家提到的 那 在資料表裡面還有其他 移動的命令 剛才 slate它其實不是移動的命令 它是一個查詢的命令 那你還有其他的 譬如像 insert啊 update啊 delete這些 如果把資料表 資料加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update 如果去修改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然後delete 如何去把資料庫刪除 這是移動命令裡面的指令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指令怎麼做 可以用insert的指令 那insert的指令 那insert的指令 它原則上位 這樣搭配insert into table name value 這是 對應欄位的指 是什麼 把它新增進去 那insert的指令 insert的指令 在sql命令裡面 insert into publish 然後呢 value 11622 joding 有沒有 joding 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個人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把它輸入 那原則上 順序 要跟前面的table的欄位 是一樣的 一樣的 好 那這邊看到 譬如說 insert into 然後這個 pubid 的欄位 還有pub name 的欄位 然後呢 1756對應這個 然後 Healthy text 對應這個 然後呢 它只要順序符合 它就可以把資料放進去了 那insert的裡面 最重要就是 注意這個順序 這個順序 update呢 update update就是要修改這個資料列 然後去更新它 所以update update table名字 set colour name 然後會有search 去更新 更新哪一個欄位的名字 哪一個table 哪一個欄位 然後呢 可以去限定條件 那有可能一改全部都改了 這邊 那set的指令就是要指定要修改的欄位 以及其資料值 那會有 是有哪些資料列要被它修改 所以呢 會有一定要限制好 要不然會改 改超過你想像的 原本你要改一筆而已 結果裡面跟這個有點相關的 全部都改了 那另外呢 這邊 接下來跟他提到update的例子 這邊有個例子 updatepublisher的那個 這個資料表 然後setCity 改成台北 那這邊 假設原本City 不是寫台北的 所以把它改掉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看一下update會有的指令 這邊講了 updateauthor 然後setState PC City 台北 然後呢 然後呢 更改State為PC 然後City叫台北 然後呢 會有是條件State 原本設定為CA的 那City OEC 這個 這個程式改成 原本是這個程式的改成 PC 台北這個 這個程式 那 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修正 那刪除指令阿 刪除 刪除的指令Delete 就是把資料列刪掉 那Delete from table 名稱 會喔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會員沒有交易怎樣 整個table都刪掉 所以Delete這個指令是 是很恐怖的 他可以把資料刪掉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刪掉回得來嗎 其實刪掉就回不來了 所以呢 其實阿 在一般的程式設計師阿 資料庫程式設計師阿 不太會去做一個Delete刪除動作 為什麼 因為 你去做刪除的時候 你去做刪除的時候 然後資料就不見了 那 同學問說 剛剛我有資料刪除的時候怎麼辦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會做一個 一個狀況是 我們會 加 加 欄位 譬如說我加了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 齁 是不是Delete的欄位 假設它低 我們會用0 或者是1 來代表說 這筆資料是不是 被刪掉 但是問題是資料還在喔 它就是這樣子 那你其實還有機會把它交出來 只是 在 做查詢的動作的時候 它 就會避開它 它就是被刪掉了 大家知道嗎 就像把它藏起來一樣 但是它還在 一般我們知道 一般我們知道 資料收集很不簡單 那資料刪掉就沒了 所以一般 我們會把它存起來 不要避免去把它刪掉 所以 我們會用 這個方式來代替刪除 這一點 請大家 各位同學留意一下 一般做資料顧客的 程式設計師啊 他們不太會去刪除資料 因為資料 是很重要的 不要隨便去刪它 那這邊有一個Delete的一個範例啊 Delete from table name 然後會有search condition 這一個例子 好 那我們簡單的介紹完整個 那個 Database的一些原理啊 那我們來看 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樣的原理下 為什麼要有資料的一個引碼攻擊 那我們來看一下search condition 資料引碼攻擊 那什麼是search condition 這邊講search condition 應該稱為search condition 指定的植入式攻擊 植入式攻擊 植入式攻擊 那植入式攻擊 它攻擊手法並不是植入電腦病毒 而是寫入一個特殊的S7 一個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會變成一種效果 譬如說 我把敵立的寫進去 那你就把你資料全部清空了 那就是這個技巧 換言之啊 只要提供使用者輸入介面 只要我能夠去打字去輸入 那我可以把這一串程式碼輸入 那你沒有嚴格的檢查 這樣我就會去做一些 做一些攻擊的手法 攻擊的手法 這是search condition 但是它不是病毒 也不是什麼 它只是把指令湊起來 然後出乎你醫藥 原來有這個效果 那這是一個很常見 一個輸入帳號密碼的一個網頁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看密碼 那你會發現它寫什麼 帳號 然後為什麼你看不懂 它寫個account 然後密碼 它會為了你看通過 它寫個password 對吧 這是很多 教你做網頁 然後做密碼認證的書 都會教你這麼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search condition 的起因通常是因為 程式利用支串建造的方式 然後呢 下search meaning的時候 它是把所有程式變成一個支串 然後呢 我們如何把指令藏在支串裡面 那它就可以通過黃偶牆 為什麼 因為黃偶牆 它認為你是正常一個資料查詢 那你不會去檢查你的程式碼 是不是有問題 它就會放你過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取得權限 然後呢 就可以進行攻擊 像我剛才要進去做 帳號密碼認證 那我就會繞過去囉 那它會影響的系統 有這些 Apache IS 這些 這些 這些介藥庫 然後呢 它會 應該講 各個介藥庫都會影響 只要你是用 T SQL語法的 都會被影響到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啊 SQL Injection 的一個 一個使用啊 它在攻擊潛體裡面 輸入欄位沒有針對特殊符號進行過濾 那查詢欄位 沒有 沒有 限制長度 然後呢 資料庫的權限過高 然後呢 攻擊者拆到 資料的欄位 然後呢 然後呢 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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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能攻擊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有跟大家提到 程式碼裡面可能還有 資料庫的一個帳號密碼 舉個例子來像這個 Select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 接下來 Stream Execute Stream 教會 誰誰誰 這個東西 Request 什麼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 在這個過程裡面啊 它會把 Username 還有其他的東西 綁在裡面 那傳遞的過程中 就可以 寫 讀到很多的 比如說像ID啊 User這些東西都在裡面 那 SQL引接群的一個原理啊 我們 其實上次有大家有講過 那我們再講一次 假設啊 一般 查詢的語法 是 什麼東西 從 Memor 會有 UserID 然後呢 RequestID AndPassword 等於什麼 它湊成一個 從 從Memor這個字要表裡面 把誰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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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要帳號密碼登錄的時候 譬如說 我輸入A12356789 然後密碼1234 那湊成上面這個 語法 這個語法的意思 變成像 去找尋 Member Table裡面的 所有的欄位 然後呢 如果裡面有UserID 叫做A12356789 和密碼 叫做1234 密碼欄位 叫1234的 把這個人列出來 那如果有這個使用者 他就會列出來 那就是True 那True 那True的代表什麼意思 你就會登錄 有這個使用者 你是裡面的成員 對吧 這是一般 邏輯很正確的 一個資料庫的一個 判斷說 離Cerebral進來 那我們來往下看喔 我們剛剛講一講 這樣完全沒有問題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 程式寫法 那這裡面 我們來講 有問題裡面 會讓它出問題 那怎麼做 一般的Seql 的一個 Execl Injection 的一個 一個 程式 應該登錄畫面 是這樣子 那假設啊 我們寫一個 一個程式 叫什麼 String String Sql 等於Select 的信號 從NDAQ 會有ID 等於ID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又一樣 這叫 String Sql and Password 等於Password 這樣創起來是怎樣 這邊看起來 意思是怎樣 前面的意思是怎樣 Select的東西 從一個叫NDAQ 的Table裡面 會有Account 等於ID 你的Password 等於Password 那ID你把它填進去 Password填進去 就是你要的東西 對吧 這個ID自傳 跟Password自傳 就是你這邊 打入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打進去 看它打到什麼 假設你的 使用者 輸入的帳號是 IOU520 然後密碼是 BG123 那 那一段程式碼 就會變成怎樣 Select的信號 從NDAQ 會有Account IOU520 然後呢 接下來N的Password VG123 就變成一個字串 那這字串 看起來都是正常的 那我們假設 把那個帳號 打入A 0號 OR Account 不等於0號A 然後呢 另外Password 打入什麼 A 代引號OR Password 不等於 代引號A 這個 打入這個 這個 掛到剛剛還講的 資傳裡面 Select O 信號 從NDAQ 會有 account A 到這裡 到這裡 對吧 然後呢 上面你在這裡打入的 這個東西 補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地方又是原本系統裡面的程式碼 圈起來的部分 然後畫底線的部分 然後 畫底線的部分又是你 剛才講的 你看喔你這邊打進去的 這一塊 好 這樣打進去 那大家可以解讀這一串程式碼 湊起來的意思是怎樣 Select Select 所有的資料 從NDAQ 會有 account account 帳號 是A 或者是 帳號 不是A 代表 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檢查帳號 是A的 或者是 不是A的 就成立 那 你們 你知道裡面的男位 有沒有一個人 有沒有一個人 叫 名字叫A開頭的 可能有 那怎樣 可能沒有 一定是這兩個 不是有就是沒有 那都成立 或者是PAS 或是A 或者不是不是A 都成立 所以他的檢查邏輯 就是 檢查所有機率 不管帳號是A 或不是A 而且不管帳號是A 或不是A 不管密碼是A 或不是A 都適合的話使用者 這樣會就會通過認證 這樣我們跟他提到 這樣就通過認證 那 Code Injection的原理 一旦 惡意使用者 輸入其他的東西 上面這個是一個 入侵的方法 那還有其他方式 他輸入 輸入怎樣 帳號 單引號 或I 1 等於1 減減 然後呢 後面密碼亂打 這代表什麼意思 serlet 信號 from Member 會有UserID 這邊提到 空白 或者是1 空白或者是1 等於1-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後面 都不用看了 這後面都不用看了 就是你是空白或者是1 或是1等於1 都成立 那後面就被 大家知道 在 SQL 語法裡面 簡簡是 註解的意思 就會把後面的東西註解掉 M的指具後面全部都註解掉 另外呢 這邊提到說 另外呢 Execute Injection的 攻擊手法的例子2 這邊提到 serlet的信號 從Member 會有UserID 等於 RequestID And password And requestPwd And 那假設 攻擊者已經知道 系統中有一個 Admitrate 管理者帳號 他可以輸入 Admitrate 簡簡 然後不用輸入密碼 可以進入資料庫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都知道 那個 Windows的 輸入 的User 最高選項是誰 Admitrate 對吧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知道你一個User 名字叫Admitrate 然後呢 但是 原則上我要知道 帳號跟密碼 那密碼 我把它註解掉 我把它註解掉 這樣會怎樣 就不需要密碼 所以呢 如果不需要密碼的話 我其實剛剛講 我們都知道 Windows的 Windows的 帳號 請用一個叫做 Admitrate 那要搭配密碼才可以進去 每一台電腦的帳號 都是Admitrate 那我知道啊 那如果不用密碼 我每一台都可以進去啊 合理吧 所以他使用這樣一個方式 那 你在 而抗那個欄位出入這樣子 不行嗎 可以啊 對啊 那另外呢 攻擊範例3啊 我們可以在 select信號 幫mytable will sumtest 等於request 然後輸入input data 那在這裡面啊 這裡面有輸入一下資料 這個 執行master xd command sell net user test test past 解線 add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我在 sql 新增一個test的帳號 新增一個test的帳號 然後密碼為怎樣 testpast 那 接下來我就可以打這個帳號密碼進去了 我直接輸入一個帳號在 你的裡面 直接加一個進去啦 對吧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execute的攻擊的話 他可以利用支援的方式把指令寫進去 那還可以搭配其他其他的一個攻擊 譬如說我可以shutdown 打入shutdown 那就可以把你的主機shutdown掉 然後可以把你drop database 可以把你整個資料庫刪掉 然後可以把drop table 把資料庫刪掉 然後delete form 可以把你資料庫刪除 然後呢 另外呢 還有就是cat table 清空資料庫 這些都是你可以只要指定可以下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字眼下到字串裡面 那資料庫就被你整個清掉了 這是很恐怖的 他這不是攻擊 這不是什麼病毒 或怎樣 他只是你用字串 然後就把這個字串放進去而已 好 那sql這個帳號設定啊 譬如說 sa4c code 是database的一個權限 那 他sa的權限很大 那如果我們 如果 入侵的人可以拿到sa的權限 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一般 user在連結資料庫的時候 他不會把sa的權限 直接讓他 讓他 讓他做登錄 他會用其他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db owner db owner的權限 那如果db owner的權限被拿到的話 他可以 對所有的資料庫做一個 一些 一些 刪除動作 或移除的資料動作 那因為 因為 一般我們開放給user 去做完資料庫的時候 有時候 不會讓他做很多用途 譬如說 他只能 他只能做 查詢的動作 或者是新增 特定的幾個資料表 那我們把權限控制好 就可以避免這些攻擊手法 那一般呢 會 讓人家來使用 都是用normal user 一般權限 那假設你被 被攻擊者 取得了normal user的權限 他只能控制 他使用的那個資料庫 所以他不會引審到其他的 或是只有那個資料表 這個是 一般都會去設定權限的區隔 好 那我們剛才講 那些攻擊手法 怎麼去預防呢 這邊有提到說 預防的方式啊 就會說我們使用 使用 因為他剛才這些 這些行為 能夠動作 你知道 最大原因是什麼 他猜到你的 欄位名稱叫rkong 你看 他叫rkong 他才會用rkong 對吧 你叫password 他就叫password 是這邊提到的喔 所以怎樣 你的欄位被怎樣 被猜到了 所以這邊提到第一個 預防的重點就是 不要 不要使用以下的名字 來當難為名稱 account id user password pwd 為什麼 因為我會猜啊 那我猜到了 你就掛掉了 但是我猜不到 就不容易把資料串起來 一般我們會用他想不到的一些資源 所以在撰寫類似的程式時 可以用其他的單字代替 或加入一些寫出的資源 資源來防堵輸入 這違反我們的程式設計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觀念 以前我們都說 設定這些變數或欄位要取有意義的名字 譬如說這本來就是ID嘛 那本來就是account 當然要選account 這password都要取password 可是因為你這個 這個事情 最後你會發現說 結果發現 反而是錯的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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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留意 以前都這樣交 是沒錯啦 只是在這裡反而 反而 你照著 照著教科書這樣做的話 反而出了一些事情 那如果預防ccode injection 在網頁程式撰寫方面 過濾輸入條件 可能會有 隱含的execute的指令 譬如說insert,select,update 那針對輸入條件進行規範 然後呢 我們一般會去限定 只能接受 英文字跟數字 那些特殊符號 譬如說 這一個 點點 註解 還有上癮號 下癮號 這些都不準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去做什麼動作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會 要做進去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一個 這個單癮號 還有這個註解 才能做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指令 不能在這裡面輸入的時候 就不會出了這個問題 就不會出了這個問題 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 那資料庫 資料庫的一個管制方面啊 SA管制資料庫的一個密碼 另外呢 要做密碼的一個管控 刪除多餘的公開資料表 因為有時候 你因為程式要開發過程中 你會做多的 要把一些 容易的東西刪掉 然後呢 另外一些 不必要的一直強大功能的延伸 程序啊 比如說 XB CMD 這些 都要把它關掉 或移除 那另外呢 網站一定要定期修補漏洞 譬如說像 作業系統的漏洞 伺服器的漏洞 然後另外呢 你在寫ASB 的PHP違法的時候 要避免你的程式碼外寫 就像我上次講 你用GET 或用POST 會有差別的 你用GET的話 你的程式碼就寫得出來 然後另外呢 更改預設的虛擬路徑 大家都知道 你的虛擬路徑是這個 那這個路徑就是很容易 去找出這個路徑來入侵 那就不用跟他用一樣的 什麼用預設 他就猜就猜到了 然後 不提供錯誤訊息給使用者 因為很多時候 會從錯誤訊息 會讀到什麼 讀到 你裡面怎麼佈局 舉個例子來講 像那個 刮大樂透一樣 刮那個 刮刮樂一樣 有人說 刮大樂的背面有個序號 很多人會從你序號裡面 猜出這一張到底 有得什麼獎 那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程式設計師啊 都喜歡做一些按碼 來怎樣 來檢查 我這個設計的問題 譬如說 我設計 印一萬張要有一張 的特獎 或頭獎 那你會發現一萬張有一張 那這張到底有沒有出現 印的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出現 你會做一個按碼設計師 你會知道哪一張 設計人會知道哪一張 因為他做了一個按碼 那這按碼要是讓人家知道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都是不允許的 他不應該用這個方式去檢查 到底這個東西有沒有出現 但是程式設計師很容易 用重技巧去做一個處理 另外來做一個自己的檢查 這是不被允許的 那另外呢 由外部防護系統來控管 譬如說用防護牆 然後把1433跟1434的連線控制住 然後限制登陸者的身份 就是在登陸之前 他要連結資料庫徑前 要再做一個 做一層的控管 這是一個Seqqle Injection的 一些觀念 好 那這些參考的資料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要提的是說 一般啊 除了特殊符號不准用以外啊 特殊符號不准用以外啊 特殊符號不准用以外 他會限制 這裡可以打了字的長度 你看這裡打了這麼長的字 所以原則上 有時候會限制帳號密碼 不能超過八個字 避免你下指令 避免你下指令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喔 很重要的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要給大家回去想一想的一些問題 動腦時間 第一個回去想一想啊 資料庫的Seqle的預法中 對Delete這個指令 為什麼程式設計師 不建議使用Delete這個指令 我們知道有新增刪除修改 新增刪除修改查詢 那刪除這個指令都不建議使用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另外呢 什麼叫Seqle Injection 這叫銀馬攻擊 它的作法是怎樣 那另外呢 請說明一下 那個Seqle Injection 怎麼去防範它 因為它不是電腦病毒 它不用掃毒班去掃它 那怎麼樣避免這個 這個事情會出現 那這都是蠻有趣的一些安全的想法 那我想今天的課程就講到這裡